夜空中全被橘红色的火光照亮 就算当时还在下雨 仍然遭不息怂怂烈火 黑色浓烟不断往空中窜身 台风夜这晚整间屋子全面陷入火海 消防人员跟救护人员接火爆案 立刻赶往现场 消防人员从四面八方赶紧布水线灌旧 火醒发生在晚间七点多 新北市淡水淡尽路上一处资源回收场 现场是两层楼的铁皮屋建筑 由于资源回收场内都是塑造纸类等等的回收物品 这些全部都是易燃物 也导致火势延烧非常快速 消防出动超过六十辆车 一百多人前往抢救 出谷燃烧面积大约一千五百平方公尺 幸好没人受伤受困 但在台风夜晚上也在淡雪带来不少风雨 消防人员一边淋雨一边救火 现场还不时传出爆炸声响 不能想象火势有多猛烈 详细的起火原因还得要等待火调科调查 但这已经不是这处资源回收场 第一次发生火警意外 已经是第三次起火燃烧了 每次都让消防队出动百人以上灭火 这回也影响到了周边地区 消防提醒周围民众包含在淡雪区三支区等等 请救护待在屋内关闭门窗 避免吸入火警带来的有害物质 TV新闻无前加卖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